各位同學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主題 我們要講的是跟垂直相關的 第一個我們要講垂直的定義 若兩直線假假為90度 則兩直線是互相垂直的 請各位同學看一下 這兩條直線如果互相垂直的話 我們會多畫了一個這個符號 以後記得看到這個符號就表示兩條直線怎麼樣 互相垂直 第二個我們要講垂直的應用 這有一點邏輯觀 在同一平面上 若L1L2同時垂直M 則L1平行L2 什麼意思呢我們來看圖 L1L2這兩條直線都跟M垂直 那麼L1跟L2 就要怎麼樣平行 有很多東西說為什麼 還記得老師前面 的主題講的 兩直線如果 互相平行的話 同側內角互補就是加起來 要180度 L1跟M垂直 所以夾角90度 L2跟M垂直 因為是垂直的關係也是90度 90度加90度多少 180度 所以L1平行L2 這樣各位同學清楚了嗎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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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